我们看到伊朗也是不甘示弱 伊朗誓言将回击美国的制裁 并且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那么伊朗这样做能否有效地化解 所面临的压力呢 还有伊核协议的其他各方 您认为目前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 确实面对着美国多多逼人的打压呢 应该说伊朗从各个方面进行腾挪躲审 那么它的做法呢 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个政治层面呢 它始终坚持不退出伊核协议 因为这个协议呢 确实通过各方协商谈判 达成了一个通过对话 来解决一个国家 企图走核武装化道路的这样一个尝试 所以它具有一个国际范例的效用 那么从经济层面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伊朗也是寻找不断的 这样一些经济合作伙伴 那么跟欧洲国家跟亚洲国家 包括在石油出口在这个货币交换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进展的 你比方说最近几天的话 德国政府已经向伊朗送去了 10亿欧元的这个外汇储备 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的话 跟伊朗发展经贸关系呢 应该是难以取舍的 难以这个断掉的一些这个合作 那么从军层面来看的话 伊朗也是不断地展现自己的军力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伊朗在中东地区面对美国打压呢 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反制的手段 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 维护伊核协议呢 应该是一个既有政治含义 又有防扩散这样一个东河的具体的安排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包括这个欧洲的几个国家 现在都表现出要维系这样一个协议的存在 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对于防止伊朗 走核武装化道路的一个发挥作用 实际上对于整个一个国际防扩散 避免这个核武器扩散到这个其他地区呢 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安排 所以国际社会肯定会做出巨大努力 来保持这一协议的存在 好的 感谢腾先生的分析和点评